每一位学业 公式帖号 没起信 没起信 每一位学业 手电路上 高坚声 高坚声 每一位学业 家庭王 这条心 这条心 每一位学业 国家社会 每一位学业 国家社会 学业 海担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再来讲解 六合应其 挂逢六合的话 也要相冲 挂逢六合 比如说 我们卯日 三挂 用神在续日 卯续六合 就是克合 克合是大凶 动弹不得 克合动弹不得 你要等待有日 来把它冲掉 有日冲掉 才不会 继续受伤 若是 你用晨日 晨日 来冲 一到晨日 晨续冲 晨续冲虽然是松开了 但是已经受伤之冲 受伤之冲 要冲掉 克我 日月克用神 克合用神 克合用神的话 一冲日或月之日月 应该要冲掉这个 才不会受伤害 等于是一个人的皮 被扒住了 你要冲掉这个 冲掉帮人把我扒住这个 才会没有问题 如果卡住了 你免得把它抽掉了 你的皮就没有了 这个是用神被冲 虽然离开 但是要先受伤害 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师兄 他赚了一些钱 就比较臭 被绑票 要钱 好了 他那太太 一来问我 他怎么办 被把兜打电话来要钱 我里面要钱就给他命要紧 那么他先生 我才不管种的小萝卜 为什么我凭要钱给他 他就跟他们斗 我说你要小心 你这个是备合备克 备合备克的话 你一定要挣脱 你一定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打电话回来 这个他太太 昆蓝讲说 我准备钱去就算了 他说绝对不能准备钱 我要跟他们斗 搏斗 我才离开 他太太告诉老师说 你如果要搏斗的话 可能要受到很大的伤害 他老公不管怎么样 天底下要有争议 不然让这一切 再下期的话 危害受惠 所以第二天 他就跟四五位 用打的 用搏斗的 给脱出来 结果跑出来了 跑出来了 身体 遍体临伤 手挖也断了一只 没有剪断 骨头断了 出来了 到现在我是来 他 老师啊 很准 我什么准 我太太听说你告诉她 不要用硬的 硬的会受伤 但是我逃出来了 你很准 我说谢谢你来帮我正道 谢谢你帮我正道 如果你不用这样的话 我这个道 益经的道 就不准了 所以这个手也就包了 那你拍你凌伤 这是什么 被克 和 你强着要自己走 你强着自己走 自己受伤 那么要让他放手 放手 就是他要什么东西 给他什么东西 就放手里面 就不会受伤害 是这个解释 以后帮人 你有人他受到伤害 被盒被扣 要用这个方式 以这个解法 好 若是 还有再来一个 赞财 丑日的话 好 地雷户 赐财 赐劫财的时候 赐财 或者是落财 丑 来克 丑 丑 丑徒 以 指是六合 六合是克 克四遥 用神 克用神 好 来克财 那么你要等到五日 你只要五来冲 五日来冲 五日来冲 这个已经 散掉了 散 只要五冲就散 因为被土吸光了 土 来 吸六合 土来 吸水 难道你把水 要把他 用电风什么 把他 给他吹走了 不让他 小金牌 抽出来 那个是有限的 那你最好的方法 未日 等到未日 来冲 未日把土 就冲掉了 你水 一潭水 里面还是有水 如果你勉强 要从里面拿水出来 你的水就变成一点点 或者被落手 然后被人落手 这是兄弟 兄弟 就是要财 那么财 你用水 比较旺 也要用水 水把土 把它塩掉了 把水 融化掉了 你就是要 付款 付款 如果你不付款 勉强出来 你到最后两败 自己也伤掉 好吗 有时候人家受到一些伤害 你挂沾起来 如果被核扣 一定要先满足 凶神恶煞 以后再想办法 绝对不能勉强出来 你勉强出来的 也是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所以客核必须等待 冲开之日 冲开之年 或者冲开之月 再来 一六合也要相洗 就是六冲 日破逢河 日破喜逢天河 日子月沾 主是遥为无火 乃为月破 厚逢未日 应知 未知破而逢河 如果说子日 我们地水师 地水师是无火 是遥 破 遥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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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月 遥破 遥破 这叫做破 破就是要补 破于补 补及河也 所以五味 未日 就是河 補 就是补 等到 好 未日 应知 未知破而逢河 又有逢五 应知 或是在五日 五日 据彩的话 在五日也会相应 未日逢和也会相应 破了就是要补 补了就可得 天使之日走不破 等到五日就不破了 现在是破 有的初月就不破 如果越破 越破 十月 比喻我们现在是亥月 亥月 水则节 是财 是节卦 结卦 水则节 是月破 表示说你这一个月 三十天之内 三十天之内 这个财是破了 你等到十一月 十月 即不破 就不破了 等于说这个月 财运最不好 这个月就破了 最不好 什么都不顺 一定要忍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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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农 结果没有想到自己的财运已经破了 破了你再勉强挣扎 越陷越深 到时候跑不起来 这么多年来我看到那么多的信众大众们 大家不希望伤到朋友 不伤到亲戚 所以想尽办法 找各种的路 要来寻求解决 结果十果九拜 一个那一个还很幸运 是只有一个 有的人说那一个难道不是我吗 我说你要先问问看自己 了解自己 那不最好玩我自己谱挂 能为的不能为自己谱出来 很简单 该为不该为 清清楚楚 所以我们意义 可以帮助我们安定不安的心 也可以安定整个社会大众 有一件很大的功德 好 好 蛤 蛤 怎么样 对 就不破 啊 因为出破是这一个月 一个月之破而已 还是冲 啊 这死水是弱 不破 但是就弱 就渐渐有机会 一个人绕晒 拉肚子 好了 要再胖起来 也要等一段时间 但是就没有拉肚子 了啦 只有一个月 只有一个月 一个月 三十天念 破 还要再现了十一月 水还是克活 他是被克而已 不破 被克 就不破 好 那么这又克又破 你看 又克又破 最糟糕 出月了 就被克而已 好 就不破了 好 比如说 我们升月 好 升月好了 好 來 升月 七月 好 那我们走水困好咯 贏嘛 月 破 克 又 冲 又被破 这是这一个月 他在这里是冤亲债主对冲 最一个 等到有月 只是克而已 他就不破了 好 若是 凶事 若是凶事 好 越破 当然越无事哦 好 出月 吉凶 不一样哦 好事 当月 不好 出月了就好了 如果坏事 好 那个当月 没有事情 好 等到出月了 凶神扼杀就来了 好 好 这个有两个不同的境界 吉则 凶 凶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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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同 好 等于说凶手扼杀没有力量 他还在睡觉 莫可奈何 如果在战争 四摇跟硬摇 硬摇带破了 你现在这一队马上要进攻回脚 等到他破过了 他就醒起来说 换你不利了 他也有利了 我们希望不要有战争嘛 如果再有战争 请各位你们都可以当军师爷 可以当军师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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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季兴吉先生 他也是拜鬼谷子的了 季兴吉啊 他拜鬼谷子 我们大家不晓得 他去拜鬼谷子为师 鬼谷子啊 他的军事啊 所以季兴吉他在当 这个战略方面呢 有他的一套 有他的一套 那我希望有一天 世界上有一些战略 经济战略也好 什么战略 民主我才换钱 嗯 这不对啦 就是我们的师兄 你们的民主看了 你们是我们师兄师姐 经济的战略 外交的战略 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一经 你研究我们 我们是化解世间的情仇 不是要战胜某一个人 不是要伤害某一个人 而是要化解大家 止于至善 止于至善 所以这个破 那你知道吗 业令之破 好了 我们再来 大象及而受扣 需待扣神受制 原则好了 那被扣了 要充开 待扣神受扣 什么扣神受扣呢 比如说 比如说 这个身 和银 你来扣了 那继神要受扣 那都什么时候 四月 四的时候 四 来扣他 就没有办法再欺负你 就没有办法欺负你 他扣你 要在一个等到时间的时候 好 就不会欺负你 所以再有因果律 因果律 善有善报 欧有欧报 不是不报 时间未到 就是这个道理 而在疫情里用得很清楚 等到什么时候会报 清清楚楚 等到什么时候报了 结果怎么样 如果旺来扣他 是受大报 修求来小扣的话 就小报 好 我们再来 大象胸 受扣 虚皇 扣者 红身 这卦象 我们受扣 好 大象胸 我们的大 这个卦象不好 而受扣 虚 而受扣 虚皇 扣者 红身 而来扣我们的虽然没有力 但是要注意 他扣有力的话 他有力量的话 我们会更凶 好 所以我们佛家 最直接了当 就叫第一 叫我们不要跟人家争 第二 不要跟人家斗 你斗的话 时间还会碰到 争的时候 永远没完没了 你怕街上又碰到他 好碰到他又跟你争 争了没完没了 所以佛家 最上善 最上策 就告诉我们 凡事人就先忍下来就好了 和 寒山问时德 忍他 让他不理他 不管他 再过三年再看他 哎 这个太妙 太妙 再过三年看他 看他如何 那我们自己修先下来 但是至于怎么样 怎么样是不是该人不该人 好你从义语里面排了 他扣我 我们就要人 他扣我 我不力 不要硬撑 如果我有力 好我们原谅他 如果我们无力 好我们暂时回避他 那又不是很完美吗 是不是 你看 试摇硬摇 适应 他若 我忘 我扣他 那我们要有修养嘛 不要 乘成之为 去伤害到他 所以在坊间的很多 教义经的先生们 很多有这个坏习惯 当你他怎么样 你要想办法 怎么样打他 打击他 不是叫我们用 原谅他 你打击他有一天 还是要回来的 原谅他 那你知道了就好 我做到问心无愧 那就好了嘛 所以我们一眼和佛法 活血容和微 和儒家宽恕 儒家的宽恕太美太美了啦 儒家的宽恕之道 好 那么你知道怎么样宽恕 你有礼的时候 但是有时候我们有礼 我们只是看到眼前的有礼 没有办法真正去证到说 跨越时空的有礼 那么一可以告诉我们 跨越时空的有礼 那我们就宽恕他 你就是一个修行 原谅他是一个菩萨恨 好 好 我们再来 原神求助 来福西看 用神衰忘 原神来相争的时候 你要看 用神衰破弱 如果 如果是我们原神 如果是我们原神 来相生 用神 空亡衰破 木诀 叫做扶不起的阿董 扶不起的阿董 那我们怎么样来帮他呢 只有从他的心境 智慧上去帮助他 曾经我们一位师兄 他要帮助一位他的亲戚 他来问我 老师阿 亲戚 他做事业 有毛病了 他要跟我借钱 我借钱可以阿 多少 他说两三千万 我当个挂 动 补不完 没有办法 你补他了 结果你也塌下去了 他也没有塌下去 动这么大 你现在动就过去了 也并没有去把他补了一个脚 你如果补了一个脚 你就可以要补救他 你现在下去了 到时候他也没有补上 你也没有补上 结果你也拖下去 回去他的亲戚啦 他确实是有困难啦 后来他真的拿了两千多万给他 两千多万也不是他自己的钱 像朋友这一星期借来啦 和银行的房子拿去贷款 结果拿给他 他这个朋友呢 不是拿银行的款 结果拿去还他的赌债的债款 结果两个总统 到宣布市来 也拔 我问你 你问问要死喔 我跟你说不行就不行 你又问要什么 你还把我还吗 没想到 老师啊 我是不是 如果拿回来 我要还多少 拿多少出来不输 脑子又不是讨在公司 脑子又不是讨在公司 开始叫你 告诉你 你这个补他补不完不行啦 补不完了啦 结果呢 他欠了再次拔交集 赌博的钱 他还去一旁 踏不到一旁 两个公司 两个 化台 所以你原神要补他的时候 也要看他是不是补得起 他这个 确实事业上 你帮他帮忙的话 哎 没有问题 但是卦象 已经出来了 兄弟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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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包子打狗 一气无悔 好啦 光鬼要动 也是肉包子打狗 有气无悔 并不是我们不去救帮忙人 问题你帮忙了 是不是能够救他起来 救他起来 一定要救 就是救不起来 好 才去再挂象 给我们的启示 然后有的问说 哎哟老叔啊 那你学艺经以后 警告老 我说不是警告老 见机 机会的见机 要能就能看到他的生命的 整个的价值观 你帮助了他的整个的价值观 若是做事业 或是怎么样 该帮忙 摆补了起来的话 不然两个都掉下去了 变成两家的 更多的灾难 因此呢 那么你又拖到别人 结果一家烤肉万家乡 没有万家乡 那一点呢 我们就可以慎重的考虑 好 再来哈 祭神来客 来冲 这个 官平元气 行衰 官乎啦 官乎元气生衰 如果祭神来客 来冲的时候 你看他 是弱 或是旺 也要看我们的元气 本身的四摇 望向修求 旺的话 祭神来客 就无事 弱的话 祭神来客 你逃也逃不了 两败俱伤 或是呢 你被客了 你要 要再爬起来 那很困难 要看元气 元气旺的话 你来客 就没有问题 还能客 好 再来哈 化尽神 逢子逢何 化尽神 好 像这个 这个卦 好 五身 这叫化尽神 這叫化尽神 化尽神 逢子逢何 逢来子 逢生 何做逢四 叫何 叫逢子 所以化尽神 什么时候愿愿 如果在三月成月 沾文书 或者考试 父母考试 是会什么时候开 你到深月 那么接下来第一关 成月接下来试 第一关四月 就化尽神 不然七月会 也开始有所进步 有所进展 所以我们化尽的化尽神 也是红紫红河 这一点 我们下午 我们还要用一节的时间 来跟各位讲应其商 讲完了 明天我们开始 讲玄空学 其他我们讲大会参加的讲 好 我们这一节到这里 阿弥陀佛